这次的影片将会简易地介绍Clip的向量图层,以及为什么我推荐将线稿画在向量图层上,先解答开头我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会推荐将线条画在向量图层上呢? 我认为,这方便让我们在绘制的图中对线条进行修改,增加绘制线稿时的容错率。 随着影片接下来的介绍,相信你会有所体悟。 在Clip软体里,任何能用来画线的笔刷都可以调整,消除锯齿的程度。 所以,你的线条边缘有没有经过柔化?柔化多少,是依照你对比刷的设定而定。 而在软体里,星键图层有分成一般在其他软体也能见到的点阵图层,以及此次要介绍的向量图层。 我会先利用缩放线条的方式,带各位初步了解两种图层的差异。 如果已惊认识向量图层的观众,可以跳过这个章节。 将两条线分别画在点阵图层和向量图层上。 这时你不会感受到图层的差异。 但如果我们将两条线同时进行缩放,会发现画在点阵图层上的线条边缘变得模糊,向量图层上的却依然清晰。 这是因为,两者在记录图层上的线条时,方法不同。 点阵图层是直接记录画部上有多少范图被填了什么颜色的像素。 而向量图层是以先记录多个坐标点,再将它串起来的方式来记录线条。 当线条生成后,最后再套上原本笔刷设定的笔刷样式。 以至于线条被缩放,线条的外观也能比较不受到影响。 我们可以利用操作工具,对组成像亮线的坐标点进行移动来改变线的形状,也能做出其他多样的改变。 这也是我会说为什么要使用向量图层的原因,因为利于修改。 接下来我会利用这张范例图,来介绍一些我觉得在绘制线稿中,与向量图层有关的,且比较长用到的功能。 因为是范例,为了让各位能比较明显地看出工具使用后的效果。 在绘制时只用了固定尺寸的笔刷去画它。 所以,它的线条起初很死板,较少粗细变化。 接下来,我将会逐步把线稿改成这个样子。 向量限用橡皮擦 首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向量限专用的橡皮擦。 你可以在橡皮擦的工具栏位中找到它。 在工具属性栏中,删除向量,选择,置焦点。 这能让我们只要随意画过超出焦点外不必要的线条,就能快速,方便地清除掉它们。 我们来利用这个功能来清除范例中头发多余的线条。 不愿意,选择魔触巿 tariff的颜色。 如果您没有必要、危险 Cont fot document,删除了它们发几下的橡皮擦,删除了香di。 如同网纤丝。 付了些 cé沟で称布ters,刀 finde或没有什么逃重。 对待便距离,删除了帮将黎花鼠 Boel。 前后对照 修正线宽 你可以在线修正工具栏中找到它 顾名思义功能便是能改变线的宽度 我们将会用这个功能来拯救一下范例线条死板的问题 但在那之前需要来了解一下工具属性面板上可选的选项 拿让线条变细的功能来说 就有以指定宽度变细以及缩小至指定倍数两种 虽然使用后都能让线条变细但却有不小的差别 以指定宽度变细是固定的向内缩减定量的像素使线条变细 这个功能我认为比较会破坏线条原本的形状 而缩小至指定倍数则是每次都以倍率来缩小 比如0.9就是宽度乘0.9倍用之中来修改线的粗细 我认为粗细会看起来比较匀称 也推荐你使用这种 两者都把数值条的极端一点 最后也是缩小至指定倍率 较能保留线原本的长度 我们能利用这一招 在范例图上的头发涂层刷几下 就能将整体的线条变细 接着在对个别线条过粗的地方进行调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着换时者把线条局部加粗 面板上加粗的选项也有两个 一个是以指定宽度变粗 另一个是放大至指定倍率 我一样推荐选下面那个 线条加粗的重点 可以加强脸颊和人物外围轮廓的线条 调整过后的前后比对 接着在对系部进行修设 加强阴影 线稿就大致完成了 不只是笔刷画出来的线条适合向量图层 基本上 只要是能画在向量图层上的线条都可以利用操作物件进行调整 例如图形工具里的线段 圆形 矩形等等 但将形状化在普通的点阵图层上 就没办法再对起形状进行修改 借此 我们可以利用图形对背景进行简单的装饰 之后在卫线稿加上网点 就变成影片的封面图了 关于向量的其他补充 假设我们想更改这个苹果线条的颜色 当线条未向量线时 你只点选了线条上的其中一个点 选取新的颜色 便会依次改变整条线的颜色 而当图层上的线条一多时 逐一去修改线条颜色又浪费时间 这时你有两个办法 一种 是在线稿上新建一个图层剪裁 在上层图层里填色 第二种 便是将原先的向量图层 滑鼠右键 点阵图层画 将图层转变未点阵图层后 在锁定透明图源 就能直接在线条上上色 不过这里必须提醒 转变图层的操作是不可逆的 一旦转位点阵图层后 就无法再转回向量图层 所以建议转换前 可以先复制图层 进行备份 此外 还有一点提醒 在向量图层上 无法用油气筒填色 或是填上建层色 如果你想在画布上进行填色 但颜色却倒不上去 可能是因为你新增到向量图层的关系 这时只要换将颜色倒在点针图层 你就可以继续你的填色工作 这个影片到此将告一段落 希望这个影片有帮助到你 谢谢大家的观看